欢迎来到小九撩剧 今天,小九带来由猫猫写的锦衣之下之一念一下 第七集,我也值得被爱一场 下下见路易不回应自己 又别开头淡淡说了一句 别说我了,有些事,大家心知肚明 既然都离婚了,不可能身边没有新的人出现 他这话真是又让人无法反驳 路易轻哼一声 对老言说道,今晚的菜,真不错,好吃 他端起碗来,很认真地吃着 下下低头,他不争气,又再一次想落泪 只是拼命忍住了 蓝叶和老言对看一眼,后知后觉地发现 他们两人反常的克制,应该是因为他们在场 老言哀哀哀一声,我这人吃饱了饭,就想抽烟 家里烟还有吗? 蓝叶,没了,我下楼给你去买 老言,那正好,我再去买点果汁,你们先吃 我们马上回来 屋内很快就只剩下下下和路易 下下放下筷子,深吸一口气,我不想装了 有什么话你直说吧 路易抬头盯着下下 想从他面上看出撒谎的蛛丝马迹,你真的有男友了 下下,对啊,需要给你看照片吗? 路易,为什么要交男朋友,这个问题问出口 路易也觉得自己可笑 下下笑笑,我是一个单身女人 你知道的,女人需要什么? 不仅仅是需要金钱 需要爱,还有,身体需要 所以你说我为了什么? 他知道他最在意什么,所以他非要往他心里扎 路易眼底似是不敢相信 他知道自己很天真 很愚蠢,他曾经多少次在床榻间,吻着他泛着红韵的脸颊 问他,你这辈子只有我一个男人,好不好? 或许 那时的他,不能给下下带来富足的生活 可是他却可以满足他 让他醉生梦死 然后亲口听见他说,他有爱与身体上的需求 这些年看似平静的心,一刹那就碎了 他气疯了 哪怕他没有资格生气 路易反问,你说真的? 下下点点头,对啊,难道你没有? 他很认真的在问 路易晃了晃茶杯 低声道,我还真没有 他这些年一心都放在赚钱上面 下下看着老颜心房 门上还未撕去的喜字 他心很痛 有句话说得好 你在想伤害别人的时候 其实,最伤害的人就是自己 他在他面前逞强 在他面前伪装 他只想让他知道 就算没有他路易 他也是有人爱的女人 也是能生活的很好的女人 他不是离了他 就哭哭啼啼的笨蛋 下下,祝你幸福 路易轻声说着 视线从那个喜字上面一开 下下应了一声 会的 会幸福的 他的心早就和他分开那一天死去 骤然听他这么说 还是难过到不行 我送你回去吧 路易温柔地说道 我给老颜发了信息 他们为了让我们说话 已经在楼下坐了很久 我们还是走吧 路易说得在理 下下见他情绪没有激动 便也以为他真的相信了 自己有男友的事 警戒心也慢慢放了下来 跟着他下了楼 路易叫了一辆车 两人坐在后座 谁都没有开口 直到来到一家酒店门口 下下才恍然问道 这是哪里 我住这酒店 能和我上去吗 我有东西给你 下下诧异 什么东西 太迟了 我不上去了 路易失落一笑 你虽然有了男友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 如果你不愿意 那我也不勉强 我到时寄给你也可以 一听他说邮寄 下下没了法子 我知道了 那我上去拿吧 下下跟着他上了楼 心中不好的预感却越来越强烈 他不该贸然跟着一个男人去酒店的 他停住脚步 那个我还是不去了 不好意思 东西不用邮寄给我 我不好收你东西 他终于恢复了一丝理智 转身就要走 路易拉住他的手 打开房间 将下下拉了进来 门一瞬间关上 下下瞪着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 路易 你在这样 我报警了 你真的有男友 路易再一次问道 他不敢相信 一路上他都不敢相信 下下别开他的视线 是 你刚才说要给我看他的照片 那你现在拿出来给我看看 你以为你是谁 下下气得满脸通红 他恨自己 又再一次上了这个男人的道 下下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在撒谎吗 路易不屑地笑笑 他们曾经那样亲密过 他撒谎会不敢看人 会心虚 难道他不知道吗 他刚开始差点就信了 甚至气过了头 后来仔细一想 他要是真的有男友 为什么他吃完饭要回去 那位所谓的男友 没有说要来接他 他甚至一个电话 一条信息都没有收到 我没有撒谎 是真的 我没有理由骗你 路易 下下紧张到全身都在发抖 他觉得说这话的时候 舌头都在打结 路易对他比了一个OK的手势 他从怀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你的钱我让老爷打到你的卡里了 这张卡还给你 记得换一个密码 下下默默接过 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么多年的离别 他们都变了 他不是当初那个下下 他也不是当初那个路易 最可笑的是 他们分开之后 反而越过越好了 路易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而他不能说很成功 但至少也有了稳定的生活与工作 可以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他已经很满足了 就这样吧 这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谁离了 谁又会过不下去呢 以前他傻乎乎地以为 路易离开自己会过得很不好 没想到他离开自己 反而是一场重生 下下这些年我想了很多 是我做错了 我不该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 那时的我 真的不是人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 这段话 路易在心里藏了很久 说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不少 下下抬头看着路易 想从他脸上看出这段话的真实性 没了他深叹一口气 过去了 都过去了 我放下了 你也放下吧 路易 他很认真的换着他的名字 晚上喝的红酒微微上了头 他只觉得惆怅 说不出的惆怅 为什么 为什么人生这么爱考验人的理智呢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路易站在灯下 昏黄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让他看起来 竟然多了几分深情 这是错觉吗 或许吧 下下在心里苦笑 他怎么可能会在路易的脸上 看到深情二字呢 我说了我已经有男友 我们不可能了 他再次重复道 说完便转身想走 再留下来 不过是纠缠这些没有意义的话题 他好累 想回家好好睡一觉 路易狠狠 将他拽到自己的怀里 下下脑袋撞到了他的胸口 只觉得头晕眼花 几乎要站立不稳 路易扶着他的腰 四目相对 下下感受着那一股熟悉的气息 过去 他最喜欢躺在他的怀里 哪怕一天的工作再辛苦 只要回到家 抱着他 所有的疲惫就一扫而空 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治愈力吧 他忍不住红了眼眶 那么多的回忆 那么多的情愫 那么多的留恋 到头来 却是一场梦 别骗我了 下下 别骗我 好不好 路易尼喃着 将他抱在怀里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今天的这一个拥抱是真的 他忍不住轻轻揉了揉他的头发 还是那样的柔顺 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气 这股香气 激起了他久违的悸动 他的心烫烫的 几乎要将自己燃成灰烬 靠近他怀里的那一瞬间 下下的泪再也忍不住了 他忍不住小声抽气起来 这些年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坚强 偏偏面对他 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这么的脆弱 不堪一击 下下再也没有力气了 他没有力气和他争辩 和他逞强 他好累 好累 累到无法动弹 这些年轻轻做了 荒 却 这些年轻轻